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上个礼拜四 习近平呢参加了他们是一个 一个服务贸易的一个相关论坛 然后就正式的宣布 要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 结果他一喊完话之后 隔天这个北京证交所 就开始注册啦成立啦 然后呢所有的初步规划 就通通都出来了 就包括了他的主要的 希望能够交易的对象 是中小创新型的中小企业 然后呢特别的要主打的是 专精特心 就是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 我们其实上个礼拜 曾经跟大家提过 就类似隐形冠军的 这样子一个概念 然后呢他的特色 他会跟上海的证交所 跟这个深圳的证交所 通通都不一样啊 那他里面的涨跌幅限制 都已经出来了 上市的第一天 没有涨跌幅的限制 然后呢第二天开始呢 他每一天的涨跌幅度 是百分之三十 其实是要比这一个 上海啦 还有深圳的这个涨跌幅度 要来的大 那这个为什么速度这么快呢 因为他是从这个新三板 去转化而成的 那新三板其实是当初一些 在北京的一些科技区域 他们的一些公司啊 然后呢彼此之间股价转让之后呢 他们所成立的一个叫做 其实是一个证券的股票的 转让交易的一个中心 那本来其实是私下 彼此之间买卖 然后他慢慢的 组成了一个区域范围 虽然叫做新三板 那么但是他的投资 是限制非常大的 就是你要去投资之前啊 你必须是你的投资资产 一百万人民币的资产的限额啦 或者一百五十万 按照不同的阶层 他其实有不同的这个限制门槛 所以一般散户是没有办法投资的 那成立证交所 当然就是一般散户都可以去投资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他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 如果今天我是一个 专精特薪的创新型中小企业 我的投资管道就会变得很通常 那对于很多的创投公司 我要去投资一家新创型的公司 那我投资的目的 创投公司投资的目的 其实就是要卖掉股票耶 他当然就是要赚钱 然后卖掉股票 我当然是赌他会成功 那这里面失败率很高 可是成功了之后 他可能就股价大涨 然后我就可以把钱给 卖了之后拿回来 我享受他从零到有这样子的一个获利的空间 那当然一般散户就去参加那个有到更好的那个空间 所以他对于创投呢 激励创投去投资这一些中小企业 以及这些中小企业要去筹资 就会变得更加的顺畅 那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其实是两个重要的指标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共同富裕的时候呢 第一件事情是希望鼓励中小型的创新企业 这个我们讲过嘛 创新型的中小企业 他打破很多网路平台的垄断 或者是呢 他鼓励很多的制造业的发展 目的其实都是希望让中小企业发展的可能性 再度的出现 因为有一段期间 其实他大概已经被垄断的差不多了 每一个领域 大概不是这个百度系的 然后就是腾讯系的 然后就是阿里巴巴系的 那你不是参加他们的系统的话 你根本没有出头的可能性 所以先打破了垄断 然后让你可以出来 而且有筹资的管道 所以我觉得那个政策的方向是更加明显 但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我看到的最有趣的是 他就凸显出 其实北京是需要资本市场的 所以最近其实在国际上面 那么这个讨论度非常的多 就是对于共同富裕 他到最后会被杀富 就是杀掉有钱的人的富人 有富人 那么你看到这边呢 其实也有人比如说就认为说 习近平这一连串的措施 可能会推到中国科技纸牌屋 意思就是说 过去呢 你最会赚钱的民营企业 包括像腾讯 阿里巴巴 美团 快手 网易 会不会被你砍到最后呢 这些最会赚钱的民营企业 通通都被你毁掉了 所以民退 然后就国进了 就过去就进了 所以 刘鹤才需要出来喊话 我觉得他会出来喊话 原因很简单 就是呢 因为最近的这个 各式各样的讨论当中 然后呢 担心民营企业从此会不复存在的 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一定要强烈的喊话说 没有要民退的问题 会支持民营经济 那我们来看啊 我觉得股价 这个是可以持续观察的 我特别挑了这四家 是可以称得上是 这一波整顿网路的重灾户 那我只请他们呢 提供三个月 因为三个月大概就是 这一波整顿呢 风暴最深的时刻 就七月八月嘛 包括了进去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过去这一个礼拜 就最新的过去这一个礼拜 反弹很明显 腾讯 阿里巴巴 网易 跟美团 所以 显然现在呢 中国大陆在控制 投资人的情绪 这些公司会让它继续存在 它只是不能垄断 但希望它继续存在 所以会不会最坏的状况 已经过去 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市场的一个动态 因为 在政策方向上面 属于政策鼓励的 其实它涨很多 我今天就不用拿出来看 但是属于政策打压的 过去这一个礼拜 我觉得 北京政交所的成立这件事情 背后所透露出来的 我的产业政策的方向 以及资本市场 还是要存在 而且资本市场是要 让它继续发达 你才能够帮助 那些产业取得 直接融资的管道 我觉得那个政策讯号 是北京政交所成立这些事情 否则只是一家政交所成立 算什么呢 但那个讯号本身 很有意思 好 因为这件事情 其实它的解读比较困难 而且它面向很多 那我们昨天有稍微提到过 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改革动作 最早是一个很大的整改动作 那所有的整改它都会有个困难度 就是初期的时候杂音一定很多 而且都是负面的声音 那刚好比如说那个觉得 觉得中国会会 中国政府会把自己的这个经济给搞垮 那个没有什么 因为那是自由事报 那当它的那种那种论述的方式就是 因为因为它会先伤到一些既得利益者 那所以那些那些既得利益人一定就在叫叫叫叫叫叫叫 可是中国大陆的环境的必须很特别 我我对于 我对中国大陆比如像腾讯啊 阿里巴巴啦 美团啊 滴滴啊 这些的行业啊 我比较不是这么的同情 并不是说他们就该该被这样子 就是说呢 因为政治部门 他的他的产业政策的想法不一样 所以就突然间呢 一刀砍下来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因为这些的行业本身 他他基本上面都是国家保护行业 他看起来是名气 可是你要知道中国大陆的这些的名气啊 都是因为你的国家 把你的主要的全球竞争对手挡在门外面 那是真的 所以你才会成为中国大陆最强势的企业 或者说国家呢 在帮你顶着外外面的竞争对手 这个是是其他非常不一样的 你想在台湾 台湾台湾最最台湾的Google 台湾的Facebook 台湾的Uber 台湾的这这些 或者像是如果说Amazon等等进来了之后 你可以你可以想见赚钱的是谁 都是美国企业 台湾企业可以吗 赚到什么 没有啊 全部都都是美国企业 但大陆不是啊 阿里巴巴腾讯这些 都是大陆本身的所谓的名气 可是他是受官方保护的名气 所以当官方开始做产生 真的调整的时候 你要说你你你今天会有这样的规模 并不见得是你真的多么厉害 那你出去的时候 你你能不能打拼天下无敌手 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但是在在中国的内部的时候 你有绝对的优势 是因为你的政府帮你把敌人挡在外面 所以你没有你没有对手进来 苹果是很少数 苹果是很少 苹果就是他公关做的多好 苹果可以可以进来 但是相相对来讲 他仍然会会保留给他的 给他的华为啦 给他的小小米一定的空间 好那因此 今天当他做做这种改变的时候 我我我我我这边 好大陆的这种的 这种整改的整改的方向 当他开始追求隐形冠军的时候 你再回未来我想会回头去看 这段疫情期间 中美两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美国在过去一年多里面 大发力士的都不是实体的制造业 全部都是我刚刚讲的 那种在网路上面的Netflix啦 Facebook啦Google啦 Amazon啦都是线上的 线下节气也都很惨 对其实那会掏空了你的实体制造的 是 那么意识到跟中国是相反的 最近相反的 对就是中国大陆有一阵子 其实也都是走网路 对那中国中国就是不希望这样 所以中国就先先开始了 美国有一个有一个有个分析师讲过 就是说当疫情发生的时候啊 线上的产业 他会得到一个巨大的优势 就是因为各种的管制行为 使得线上的企业他在他在线下的实体的对手 他的对手都被都被都被政府关起来了 所以他就没有没有实体的对手 他只有在线上 线上他他就独霸一方 所以线上的产业会得到巨大的发展 但是长时间下来他会伤害到实体的企业 不管是制造业或者是实体的商业 那中国大陆这波的 我觉得如果你从这样一个大的格局来看的时候 那个是对的 而中国大陆的这些的民营企业 我不是说我们不同情他不需要理解他 刘鹤也已经尽量讲话安抚他了 我只说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都必须要有个基本的认识 你如果可以养到这么大 你千万不要误以为是你的本事真的非常非常好 而是你的国家版的对手都挡在外面 当然我觉得所有的政策都这样 就是说我一直觉得政策的方向去认识清楚很重要 因为呢所有的政策出来的时候 我观察中国大陆的政策是这样子 他常常会呢风一偏然后就吹过头 各地的执行常常会执行到 就是走到就当你风向一偏的时候呢 他那个执行就会执行到极为彻底 就会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比较极端的事件发生 就是我们说一个社会如果说太威权 使得大家的政治训练 都是每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先停下来 先观风向 然后呢当你觉得风向定了之后呢 你就发现出现一种一窝风 而那个一窝风他都表现相同态度 就是宁左勿右 就是我宁可做过头了 而且做得太过头了 那马屁拍过头了 或者你过度解读 再修正回来都都没事 但是就怕跟不上队伍 那这种呢在大陆这种环境里面 他会经常的发生 那他也会导致许多呢 就是资源调配的扭曲 以及社会风气的另外一种的败坏 这个是你在做政策整改的时候必须要提防 当然啦大陆真的太大了 所以呢我每次在看大陆的所有的政策执行的时候 想到他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其实我都觉得 我都觉得坐在那个领导人的位置上面 其实是很 是内心是很焦虑的痛苦的 内心真的很难 很辛苦的 这个看对方向还是很重要